您并非普通客商吧 嗯 我就是吴国的皇帝 吴肖 您二十三年前 在另一个世界 是不是曾经结识过一个叫真严的女子 是 她就是你母亲吧 既然您早就猜到了 为何不问我 我也需要考虑一下 如何安置你才好 您到底有几位妻子 几个孩子 一个皇后 三个妃子 算上你的话 我有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您不需要安置我 等我找到我妻子 就和她回陈国去 我在这个世界 是陈国人 你是我的儿子 自然是要留在吴国了 没有理由 做其他国家的平民 我不是您养大的 所以 也没必要遵循您的意思生活 我有事 要出去一趟 您自己喝茶吧 你 你 你怎么来这里了 你 你想起以前的事了 还好我在路上听说 你在宋国 就赶了过来 我都想起来了 你何时会成果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你的一同就是 无国皇室的象征 这大概就是上天的安排吧 今后你有何打算 当然 是和你回陈国去了 我是陈国上门女婿吗 这不合理数 你应当去吴国 而且你父亲只有两个儿子 他现在应该很需要你 莫非你不需要我 我希望你和阿磊 在现代世界过平凡安稳的日子 你却像个傻子一样追来了 为何要给自己惹上这么多的麻烦 但你明知道危险还是回来了 我不能让你独自承担这么重的责任 而且我答应了儿子和咱妈 要和你一起回去的 我来宋国 就是为了和宋旭商讨 对付殖民者的对策 有探子回报说 他们已经有一支队伍 进入到赵国境内了 林姐都和我说了 她正在和组织内部的人商议对策 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我们不能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 还是要靠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